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 边吃边等车 豆腐很辣 弄得我汗水和眼泪混合在一起 这时我叫的滴滴快车来了 我臭女同事说了声 再见就上了车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司机忽然猛大方向盘掉头 然后说 兄弟 回去吧 我年轻时跟你一样讲 结果失去很多 我尴尬到脚趾头的口井了 这老司机那信息还挺多 真的好尴尬 我也是结了婚的人了 司机大哥 你误会了 人家翔哥的眼泪 那是被辣椒拉出来的 这不是你想象中的 与爱人倔强告别 回头泪水沾沾的画面 我知道你是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没有酒 很苦闷 毕竟不能酒驾 但总之你只不过 经历的是延情欲 我们翔哥是在经历的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生活中的戏精神无处不在 来看看我在朋友圈里 分享的一张短信聊天截图吧 现在的快递小哥戏真是特别多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 你在忙也应该回我一个电话 哪怕一个信息也好 联系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你能体会这种感觉吗 手机不小心静音了 没看到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快崩溃了 请问你是哪位 送快递的 最近又剁手了 从平鼎山买了一些梅 打算买到山西去 那你还真是有经商头脑 这不是都不不玩吗 害我白高兴一场 还以为我莫名其妙多了 因为暗恋我的女粉丝 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是有家世的人了 只不过我从小到大 没有被人暗恋过 是吧 总觉得作为一个帅哥 这是一种缺失 也是一种遗憾 现在看来这种遗憾 还要继续下去了 从小觉得遗憾呢 还有我这个朋友圈的刘姐 最近她发自拍的时候 老是被人指出 PS过渡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都不容易 都想变美 要是长得好看 美若天仙 谁也会去匹图啊 地板歪了 那歪是歪了 但实际上不还好好的 在地上扑着呢嘛 对不对啊 长得不好看 本来就够难过的了 放个自一条生路 世界会更好 好